主料,肉馅300克,辅量,花生油30克,料油1茶匙,酱油1茶匙,蒜米3粒,将一块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买回来的馅形洗干净,用芽刷给它刷干净,再馅的中间,对半切开,锅内放底油把馅放下去煎,要露肉的热面朝上锅底,加少许料酒,盖上锅盖,盖小火焖煮,打开盖子放蒜米和姜末, 加少许酱油,再盖上盖子,这些熟集合,烹煸技巧,热制的过程中不需要放盐,放少许酱油就已经够了,清洗干净后要对半切开,我后来是照相,又给对在一起的哈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